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冠 在今天 關我什麼事的網路讀播版 邀請到蔡明璋 蔡總 蔡總你好 大家好 蔡總 我想最近 什麼樣的人會賺錢呢 用工的人會賺錢 認真的會賺錢 因為最近不管是台灣還是美國 都是超級財報州 超級法說會 所以我們來領先看看 美國超級財報州 我們應該做哪些功課呢 原則上是會衰退 我們看統計 都會不太妙是不是 對 那最主要是大環境的問題 那這個現在有106家 這個是標普500 他發布了這個財報是比較負面的 那遠高以平均的65家 再過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就非常重要 這個是每一季 標普500 他的一個獲利 那最高峰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差不多前年 2021年的第二季 我們18619那個歷史天價 就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台灣的上市歸公司 基本上很多都是美國的供應鏈 所以老美的企業財報 就是我們的先行指標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聲音好 我們就聲音好了 對 那去年第一季開始 這個在這下面都是衰退了 那現在第一季的話呢 也大概會衰退6.8% 所以第二季的衰退 所以你可以看衰退的弧度會擴大 擴大 所以照道理台北股市會在這個公布財報這段時間 我們知道截止財報 這個是5月15 臺灣是5月15 那美國的話 一直發布到5月多都還有 但科技股市在4月底就發布完畢了 所以在未來這段時間 可能有一兩個禮拜 照道理股市 照道理股市是要拉回成立 對不對 因為你衰退 你要反應拉回成立 但是到目前 你可以發現美國股市四大指數都沒有明顯的跌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這種的衰退 早已經大家都知道 就已經很長一段時間灌輸你 今年2023年會差一點 所以業績衰退 就由投資人來講理所當然 所以你也不用太怕 假如說美國股市 美國尤其在納斯達克 沒有大跌下跌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擔心 剩下的問題是什麼 要選個股 我們看一下 美國現在已經發布的 現在已經發布的 包括Netflix 艾斯摩爾 IBM和特斯拉 當然有好有壞 但基本上這個比較好的就是 艾斯摩爾 財報本身不錯 但股價有點修正 因為最近被砍單 但是剩下Netflix IBM Tesla這個基本上都不好 但是有一個例外 大家想說 哇 美國的這個大型的企業 沒想到是這一家 他公布財報以後 率先的改寫歷史天價 洛克希德馬丁 也就是台灣現在最火紅的軍工龍頭 對啊 全世界最大的 M35的戰鬥機的導彈 所以你看第一機的營收 一百五十億美金 這個都超過了 義企 EPS 股價有一度攻到五百塊美金 這是落馬的歷史新高 台灣的軍工 可能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但是最近漲得太兇了 要休息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那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那個Tempo 最重要 我們做股票 不一定要買到最低價 但是要買到最好的timing 就是我買的那一天 之後就開始漲 也許你是買到最低 但最低你可能要等了一段時間 但是通常的投資人就是 買了就跌 賣了就漲 那我們看一下 下個禮拜的話 4月26號德州儀器 谷歌微軟 我們提醒觀眾朋友 他公布完了嘛 毛利不太好 來 4月26號下週一是德儀 谷歌微軟 下週二是臉書高通 下週三是蘋果 英特爾亞馬遜 對 那這些是台灣的這個相關聯動股票 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時間就是28號 所以到了下個禮拜的那個 差不多快接近下半週 我們還是有5月1號有放假 是 所以下個禮拜的週末 這個之前 可能股市有低點 可能啦 有低點 但這個低點之後 通通公布完了以後 除非很糟糕 假如告訴你說 蘋果大衰退 算是這個機率不高 但萬一除非他大衰退 否則台北股市可能就 這從現在 一直到下個禮拜 也禮拜四左右 大概就消化完畢了 那個致命可能就 這個致命就最好 也就是說現在是 股市的關鍵時刻 對 那個致命過了以後 我覺得股市還是會上漲 好 所以在下週三之前 是台股的關鍵時刻 跟劉寶傑沒關係 好 來我們回來看 那麼個股的部分呢 好 我們看一下艾斯摩爾 雖然說他接的訂單 並不是很好 但是你可以看他最重要的 相關的股票是加登跟環宣 加登就是那個光照盒 那環宣的話 做艾斯摩爾哈的模組組裝 但是你看他的股價 尤其加登 還沒有跌破那個季線 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還ok 嘗試多筒 但是有一點盤頭 對 那這個就要等跌下來的時候 來買進 那特斯拉的話 我們把它擴盤到 不要說只有特斯拉供應鏈 整個電動車 你看長元科 長元科做電池的 他做那個電池的 他過去都賠錢 今天還亮燈漲停辦 他現在公布出來 他前兩個月油虧轉銀 所以這個油轉機 但是角度太陡 我們就等拉回 倒是這個 比大家沒有發現 就是鴻海集團 做這個電動車的零組件 以勝KY 我們有講過 鴻海還是最受惠到北美的 這個轉單 所以以勝KY今年一筆 估計有五塊 我們五塊 現在七十頭的股價本一筆不高 最主要他也不是那種 像這個那麼那麼角的角度 雖然今天沒有跌 但是我覺得這兩天才動 應該拉回照 買點 在外講到那個軍工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講那個漢翔 我們還講鋼商三保以外 還有第四保 還有航太 第四保 航太 我們那時候講的時候是四十一塊 最近稍微跌一下 都還有賺了三四趴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這個漢翔漲漲太多了以後 量太多 因為量最多的就是他 所以這個軍工股要做一個拉回整理 但是我告訴大家五月三號 美國有二十五家的那個軍火商 軍火商要來臺灣 對 五月三號 所以大約在接近整理到下個禮拜 也接近五月三號的時候 這個題材 所以許有發動的機會 題材還是會再度的出來 好 提供引導參考 更多精采的內容 請鎖定今天晚上九點五十五分 iNews頻道關我什麼事 我們今晚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